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仁輝 歡迎收看股市未來學 本人是在5月13號9點半這個時間 或者是重播是在晚上深夜的12點半 從5月13號在這個地方跟大家做報告 5月13號整個台北股市 它在怎麼樣的一個位置 我們看一下5月13號的時候 台北股市是在這個地方 然後經過了幾天的時間一直到現在 那麼我從5月13號9點半晚上 或者是深夜的12點半 在這個地方跟大家做分析的過程當中 我必須要很中肯的跟大家報告是 我們甚至於有很多 從5月7號 8號 跟著我們操作到現在的投資朋友 他們甚至於只買過一檔股票 可是這檔股票不是說你買了漲跌的問題 而是我中間少做了一個動作 這檔股票今天跌停板 要去講漲停板非常的簡單 我可以多call一些股票 裡面一定會有漲停板 你等一下第二段 你也會看到我們的股票漲停板 可是要講漲停板何其容易啊 但是你要像我們這樣 還算是有一點點影響力的一個分析師 要在這個地方公開的向我們投資人致意 甚至於我不是今天講就算了 買的那一檔股票是什麼股票 我身為在這個禮拜 我們全部操作的過程當中 我都會公開的在這個地方 跟我們全體的投資朋友致意 這是非常難的一件事情 你好不容易坐在這個地方 跟大家很用心地在很中肯地 做講解的過程當中 這個行情我們其實都有預告到 不只是預告 我也其實今天都有跟大家提醒過 那就算買了一檔股票 它不如預期 雖然說旁邊還有其他股票在漲 我是講是我們的持股 我們的持股 而且持股是少得可憐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仍然要公開的跟大家致意 那這個事情不是今天 是未來幾天當中 我會談到我們這個操作的過程裡面 我認為我少了一個動作 這個動作不管怎麼樣 現階段從8400點回到7700點 所謂指數的避險 我們再看電腦 指數的避險其實是在這個地方 我講的時候 指數的避險不是在這個地方 如果你根本看指數 很多人會跟你講 你看我們空指數 賺了幾千點 這種講法的也有 因為他說他空了兩口 三口 甚至於700點變成1400點 比2100點 這種講法的意義並不大 因為你如果實際去學人家操作 去操作什麼大盤的指數避險 其實中間經過了兩次的結算 這兩次的結算你都要平倉 而且平倉到7月份 我上上禮拜一已經跟他談過了 他的逆價差已經非常的大了 因為除息的關係 所以那個都是理論而已 你說賺多少點那是理論 但是實際的操作 你到底做了什麼動作 這個只有市場上 只有我願意在這個地方公開的 每個月跟大家公開的報告 那現階段我認為一個觀念 我沒有任何勸說說你一定要照這個意思 但是你可以參考一下 怎麼樣把你的鈔票 因為我從來沒有看過說 有人一直抱著鈔票 然後他會變成致富的 你要你的整個的財富增加 一定中間會有一個轉換的過程 現階段大盤的壓回 國際股市的壓回 其實你把你的鈔票換成實質的資產 而這個實質的資產 股票又比房地產要更好 因為現在全世界 包括中國大陸還在打房 但是股票他不會打 因為他一定要支持 某些實際的實體的經濟 我的意思就是說 不管大陸怎麼打房去抹那個泡沫 包括美國這一次QE 其實柏蘭克的意思 他只是要把那個泡沫稍微抹一抹 免得他失控 他就是不要讓事情失控 就這個用意而已 那不管市場怎麼解讀 到最後你還是要找一個時間點 把你的鈔票 因為鈔票你現在會覺得說 我好像今天一根跌停板 賠多少錢 可是你如果退後再想一下 你在往後幾年回頭來想 其實今天這個跌 也許他是你以後自負的一個機會 可是每一次都是事後才知道 因為總是要把你的鈔票 換成實質的資產 而這個實質的資產在現階段 股票又比房地產要好 那股票其實任何國家 他到最後都會去支持 他的產業的發展 實體的經濟 實業在大陸叫實業 他還是要支持的 所以只要看到一件事情 你只要看到說 接下來美元還是持牆 因為這是禮拜四你看到的 禮拜五你看到的 然後經過了禮拜五 禮拜六 禮拜一 其實他已經來到這個位置了 所以美元是不是 我這個地方跟大家講的 美元上來了 這個禮拜債券的利率 十年期國債的 美國公債的利率 它可以往下 那你只要看到 美國十年期的公債利率往下 那所有的預期都在 美國FED的整個委員會 其實也不是博南期一個人 是整個委員會的控制當中 你只要看到利率下來就對了 那行情盤面當中 其實我都有提醒大家 你怎麼去做觀察 比如說禮拜四我們談到國泰金 這個還沒收盤 他尾盤禮拜四是拉尾盤的 這個盤中你就可以知道 如果禮拜五他繼續強的話 結果禮拜五他也是繼續強 因為這個地方拉比大盤 這個地方是跌100多點 禮拜五收盤是跌105點 但是整個國泰金 連續第二天比大盤要強 到了今天早盤往下打 他還是比大盤要先上來 那連續的一個金融股 他連續的一個盤中的 一個強勢的走法 是不是為了這幾天爭議很大的 兩岸的服務貿易協議 去做背書 這個我們不去討論 我等一下會談到我的看法 我不是說不討論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我等一下會提出我的看法 但是不管怎麼樣 你會看到的一個實際 眼睛實際看到的是 金融股在這個地方 確實比大盤要強 大盤6月份這個地方 是往下壓的 當然是金融股 像國泰金它是往上漲的 其實我在這個地方 就提醒過大家了 不是到今天 而它的融資 這個時候才會減 請大家記下來 這個圖等一下會用到 融資往下殺它都不會減 融資要減一定是上來 而且你要有能力上來的個股 你的個股要有能力上來這一段 它融資就會減 所以我們上禮拜有談到的 殺融資是很殘酷的一個過程 很痛苦的一個過程 可是很多的個股 你不要認為說 你現在隨便用融資買都可以 因為融資不是現在會減 我認為大盤在壓的過程當中 融資只會默默的 偷偷的 冷冷的 忍不住的往下買 可是真正融資什麼時候會減 就是當它有能力的個股 彈上來的時候 這個時候的融資會減 而融資你往下繼續賣 往上賣 往上賣 賣習慣了以後 當有一天你買不回來的時候 那個就是一個主流的標股 就出現了 所以其實它也符合我們的想法 禮拜我們談過的 金融股的姿態最高 金融股就是決定 這個大盤的一個低點 在什麼地方 然後金融股也會決定 接下來什麼時間去過 8439的高點 至於說這個周線的大盤 你說中長期移動平均線 往下交叉它會先彈 然後往上交叉它會先壓 這個各位同不同意認不認同 我也沒有刻意要去說 你一定要這樣看 至於說禮拜我談到的7700點 以投資的角度 一定比8400點要安全的很多 我也沒有認為說 各位投資朋友你就一定要認同 未來7月跟8月 因為除息的關係 大盤基本上 它本身就會扣掉200多點 好 200多點 所以大盤的部分 現在真的可以慢慢的放下了 因為我一路從7700漲到8400 事先講 8400楔行上漲的結構 第23天 一直到現在第30天了 它回到了楔行上漲的起點 楔行的起點7700點 然後接下來兩個月又除息的關係 所以大盤可以慢慢的放下 我接下來會談的 包括未來幾天 我會談到很多很多個股的一個想法 但是我在談個股的時候一定是 我看好就說好 看壞就說壞 我不會一味的跟大家說什麼股票 你一定要看好 因為這個過程裡面 本來就有多空的個股存在 所以你在抄股票的時候記得 不要什麼股票都抄進去 然後就看盤中什麼股票 就隨便去買 這個是看我的節目 必須要我們先說的 基本上我不怕漲 漲我也跟大家事先講 疊也事先講 我最怕它盤在這個地方 其實它盤在這個地方 是絕對不好操作的 可是上去又壓回來了 又回到這個楔行的起點了 反而是可以多用一點精神去注意 這個注意的過程裡面 還是回過頭來今天的重點 沙融資很多個股 沙融資是大漲之前必要之二 就是說你會看到很多個股 在沙融資的過程 可是這個融資什麼時候會減 我們再回到上半端的重點 因為這個東西你沒聽懂 你還是會買錯 沙融資它不是說你這樣往下沙 這個融資就要沙出去了 融資假設大盤是一個個股 大盤是一個個股 融資要沙一定是上來 上來的時候很多個股的融資會開始跑 融資跑了以後結果它再繼續上去 那個時候就變成右空軋空 然後順便軋空手 這個過程有一點時間 我們用紅海也是一樣的 紅海我們禮拜有談到的 你看這個融資其實股價在往下壓的過程 它的融資只會增加不會減少 這個是台北股市散戶20年來都沒變的 台北股市的散戶真的就是這麼勇敢 那它這種類型的股票 你先不要看它是紅海 假設有一檔股票是這個樣子 然後它什麼時候會去融資會減 它一定是拉上來以後 這個地方融資會開始減 然後融資一直賣一直賣一直賣 結果它一直漲一直漲一直漲了之後 那個時候你就會看到強勢股出現了 所以我也談過6月17號 宏達店往上賣往下買 你認為很簡單 可是久了以後 你就忘了你前面是怎麼套了 對不對 所以從265它還是往下的 你到底要買到什麼時候 倒不如跟我們一起去注意那個點吧 其實任何的條件 買進的條件 世大條件一定有原因的 包括說非金店 我禮拜有談到了 下下禮拜我們要去注意 非金店這個低點 非金店剛好今天我們有 投資朋友問到1605的華心 這檔股票在這個地方 10塊5毛5漲停板那一天 我曾經跟各位報告過 它還會整理 那還會整理問題是 什麼叫做整理 所以如果你問我說 這檔股票接下來怎麼看 其實不用看太多 為什麼這個地方碰到它就下來 為什麼這個地方碰到它就下來 這個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你會看到這裡有一條參數 然後你問我說怎麼看 其實下個禮拜 就是我上個禮拜我講的 下下個禮拜 你要去注意非金店這個低點要守 下下個禮拜之前 要先看到這種類型的股票 它守住這個價位 只差一毛錢而已喔 那一個禮拜的時間去守一毛錢 不要我們眼見為憑嘛 到時候再說這個原因 可是我現在要反問我們投資朋友的是 像華心這個地方 它還會整理 可是你說整理好深喔 對 可是我要反問各位 這種低價股 只有10塊5毛5 只有8塊3毛3 為什麼低價股 連這個低價股 都要用這麼多的融資去買呢 為什麼這種低價股 都要用這麼多的融資去買 這個我就百思不解了 這個我就真的不了解 各位投資者在想什麼 所以第二段回來我繼續談 整個選股上的一個想法 還有真的有價值觀跟沒有價值觀 等一下您看還是有差別的 我們待會見 給孩子健康自然的環境 讓他生活無憂無慮 老師說 大家都要減能減碳 愛地球 所以家裡裝修 我都選擇綠建材 在家就好像在大自然裡 耶 我家都要綠建材 選擇綠建材 樂活好住宅 您準備好了嗎 為了您的負責 為了離心複雜難短的趨勢 心態一定要改變 改變才有機會 改變操作彼此 投資才會賺錢 讓您穩健獲利 這是我們的承諾 讓您安心操作 這是我們的保證 馬上接通電話 改變你投資的命運 02-8101-0600 您準備好了嗎 為了您的負責 為了離心複雜難短的趨勢 心態一定要改變 改變才有機會 改變操作彼此 投資才會賺錢 讓您穩健獲利 這是我們的承諾 讓您安心操作 這是我們的保證 馬上接通電話 改變你投資的命運 02-8101-0600 好痛 頭痛 請用一分鐘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複合是島塊 尋覓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對家裡打鼓也是 膽友 嘴氣疼 先用氣疼 補混珠 大家好 歡迎回到股市未來學 我們繼續談我們的一些 很重要的看法 我認為這幾天其實是滿重要的 現在在選股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等一下看到 我禮拜五講的 哪些個股跟大盤不一樣 做一個差異分析 這個老朋友都會了 但是我這一波行情的看法 比較不一樣的是 我認為說 其實這個禮拜就算正所稅的修正版 過跟不過都不是你進出的根據 真正要去注意的是 這個行情裡面 未來真正有大行情的個股 它是要經過大破然後大利的個股 就是說如果這段行情它沒有跌 其實我反而怕 這段行情當中 有些個股它大破大利之後 要有這個大利的條件 這個大破大利之後的個股 就會有大行情 大破要大利 然後這個上來的時候 融資才會減 融資在這個地方殺完的時候 才會有標股 所以選股的條件跟之前 你去選詳次股不太一樣喔 你隨便去選詳次股在這個地方 我的看法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包括說當然要去注意四大條件 包括說這個指標背離以後 它第二個條件有沒有出來 第三個條件有沒有出來 第四個條件有沒有出來 好這是6月17號的創意 然後禮拜五我們有看到說 它跟大盤不一樣了 這是第一步而已 這個只是一個基本的功課而已 這個地方 要賺大錢還是要更明確的一些訊號 結果你說你今天看到報紙寫台積電跟創意 去跟蘋果簽了一個三年的代工合約 我們就照媒體的講法 我們也不要加油添醋 媒體的講法就是這樣子 可是各位有沒有想到說 為什麼蘋果跟台積電簽代工合約就好了啊 為什麼要拖一個創意進去說 來我們三個來簽一個代工合約 三年 未來三年的代工合約 幫蘋果做晶片嘛 對不對 為什麼要把創意拉進去 你說這個消息就決定說它會大漲嗎 不是 還是一樣一步一腳印的 這個中間的過程 它第二個條件其實已經出現了 第三個條件 第四個條件 慢慢在形成當中 但是到最後這種類型的股票 它要賺大錢 必須要在這個地方走出不一樣的格局 這種位置必須要不一樣 意思就是說它在上來的時候 它必須要不一樣的一個走勢 才會決定說這檔股票 你能不能賺大錢 我們能不能賺大錢 所以這個我會給各位更明確的條件 你再去做都還來得及 台積電在過去這個6月 5月中到6月份現在的台積電 其實是弱勢的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到 連台積電這種類型的股票 它在往下壓的過程當中 融資卻是毫不客氣的往上增加 這個融資從大概1萬張增加到 將近2萬張 就是這個樣子 台北股市的散戶真的是 但是我也沒有辦法去解讀說 我們台北股市的散戶為什麼 股價往下壓 你一定要融資去買 甚至於連台積電 你認為買台積電就最安全嗎 所以我認為說這裡面有很多 逝世而回的觀念 還是要值得我們大家一起去注意了 下個禮拜 就是這個禮拜了 禮拜我談到這個禮拜就是 手7688 然後電子股手286.8 這個禮拜守住 下個禮拜其實就會好 這個禮拜守住 下個禮拜破與不破 都已經不重要了 然後電子股最好來到287.8到282.8 我們甚至於還可以更用力一點 我前面上半段開張明義 跟大家報告過了 從5月13號8250點 沒有幾天的時間到8400 然後一路回來的過程當中 我們甚至於所做的動作 其實我一直都是 站在我們投資人的立場 在想說這個動作 就算我們不去做空避險 我們怎麼樣去找到有價值的個股 而這個有價值的個股其實 很重要啦 你上個禮拜連續看了兩天了 那裡面有很多個股真的 跟大盤的走法完全不一樣 對不對 你禮拜四看過了 禮拜五看過了 那行情裡面有一些吊詭的地方 可以去注意啦 新台幣 因為我上半段談到是 美元跟利率的關係 那是美國的市場 台北股市我們看一下新台幣 新台幣當然這個也是還不到收盤 但是你看到的 其實我從一開始跟大家談到現在 它都是一個趨貶的 沒有看到什麼條件之前 它都是一個趨貶的新台幣 那麼趨貶的新台幣 第一個有利外銷 有利外銷裡面的個股 但是不利大盤 可是外資賣超了以後 它卻不會出 因為這裡如果外資要匯出去 它要用比較高的代價匯出去 所以很多外資賣超以後 看著裡面的這個結構看起來 它卻沒有匯出去的那種動向 所以為什麼外資賣超以後 可是外資並沒有把錢匯出去 外資啦 這個就是值得我們去玩味的地方 值得我們去注意的地方 服務貿易協議前腳剛牽完 後腳馬上人到了 福建省副省委書記帶32人 然後來說要續親情談合作 雙向投資 很噁心喔 續親情談合作 兩岸開始進入雙向投資的時代 那既然是雙向投資 我之前談過的平坦的台商樣板 就要做出樣子來 雙向投資你不要把大陸人講的話 都當真了 續親情談合作 其實他還是希望台灣的錢 盡量去大陸 大陸的錢盡量少來台灣 我認為他鼓子裡的想法 還是這個樣子 那既然希望台灣的錢去大陸 平坦實驗區一樣的 一定要做出一個大的樣板 台灣的人民也好 台灣的產業也好 台灣的企業也好 才會有一個理由說 我為什麼要去那裡投資 好 這檔股票 我們未來幾天也會談到 那我從5月13號到這個地方 到現在跟大家報告的 財報黑馬 每年重要的標股歷程 現在剛要開始 也許我一個多月來 在講這個話的時候 財報黑馬 每年重要的標股歷程 才剛要開始 經過這段行情 很多人也許說不相信 其實還是一樣 老話一句 未來幾年 未來甚至於一輩子 在股票市場 不管你要在台灣做 你要去大陸做股票 你要去美國做美股 其實道理都是一樣的 找到有價值的個股 有價值的個股 它就能夠像這個樣子 6月5號跟大家提醒 6月6號跟大家提醒 6月7號跟大家提醒 過去三天它的走勢 好 那回到今天來講 其實6月5號在這個地方 6月6號在這個地方 6月7號在這個地方 這種有價值的個股 它的寄獲率 已經超過2008年 金融海嘯的一個高點 這個我們在6月份 摳訊的全部的過程裡面 我會跟大家報告到 我們的持股裡面 其實就是有這種類型的股票 而且還滿多檔的 但是這個行情下來 為什麼它上去 它今天直接跳空漲停板 漲停到底 這是我們會委員的持股 誰能夠把它每個月 我講過了 其實你看節目也好 你要選擇一個合作的一個 一個夥伴也好 你只要去看說 講漲停板很簡單 誰敢講自己的股票跌停板 然後講什麼股票漲停板 也真的很簡單 你只要摳一大堆的股票 裡面一定會有漲停板 可是誰又敢把它每個月 摳訊的全部的過程 至少做了幾個動作 全部一五一十的跟大家報告 我帶我們投資朋友做了幾個動作 這個就很難囉 這個就是市場上 為什麼沒有人能夠做得到的原因 而最後一分鐘 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一個觀念 就是說這個大股東 我們從50塊到90塊到100塊 你說這一段我們賺得很自然 可是他實在很厲害 他從他的總市值 120億到580億的過程當中 你說大股東因為他有很多錢 他不在乎多一個零 少一個零 這種講法也對 可是紡織業你認為說 他過去創業的過程當中 都沒有碰到困難嗎 其實他一定碰到很多困難 可是這個大股東 為什麼他能夠異於常人 從120億變成580億 他不為所動 表示說我們各位投資朋友 您在做任何動作 就算您自己操作 我也希望您能夠異於常人 一定要跟與眾不同 才有辦法戰勝這整個大盤 跟整個環境 時間關係我們明天再會 本公司與所推薦 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一席之地 桃園藝文特區 台灣行為 世界教報 把全世界最美的小宅留在台灣 中越一平 桃園藝文特區 03356677 您準備好了嗎 為了您的責任 為了釐清複雜難免的趨勢 心態一定要改變 改變才有機會 改變操作迷思 投資才會賺錢 讓您穩健獲利 這是我們的承諾 讓您安心操作 這是我們的保證 馬上接通電話 改變你投資的命運 02-8101-0600 您準備好了嗎 為了您的責任 為了釐清複雜難免的趨勢 心態一定要改變 改變才有機會 改變操作迷思 投資才會賺錢 讓您穩健獲利 這是我們的承諾 讓您安心操作 這是我們的保證 馬上接通電話 改變你投資的命運 02-8101-0600 您準備好了嗎 為了您的責任 為了釐清複雜難免的趨勢 心態一定要改變 改變才有機會 改變操作迷思 投資才會賺錢 讓您穩健獲利 這是我們的承諾 讓您安心操作 這是我們的保證 馬上接通電話 改變你投資的命運 02-8101-0600 新莊富都新唐 7800平新北京鑽 明日成 雙結三塊 轉運債 超級地端 總價988萬起 智產明日成 智富一定成 財政部台北市國稅局 提醒您 自民國101年起 取消軍交薪資所得免稅 有關扣繳及申報問題 請家各地區國稅局 財務消費請使用電子發票 可對獎 可捐贈 取消費